哈囉,大家好,我是蕭羽 今天我們來拍SkyBlock的紀錄片 對,就是紀錄片齁 最近說忙是有忙 但說不忙也是也有點說不太過去 但是我還是回來單純先拍一下紀錄片齁 紀錄片還是對我來說有點重要 因為可能如果哪一天我被WBAN掉 我還可以拿這個免死金牌來抵押一下 搞不好我還有可能被解冤的這個可能齁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是看標題也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齁 我們今天要練的這個技能是我們的這個 技能,不是技能,也是技能啊 我們的附魔,啊附魔已經開放到60等了齁 但是他有個缺點,以前我們 有長期玩的人應該會知道以前 我們一些後期的玩家練附魔的經驗是怎麼練 我們就是拿一本書,然後丟經驗品,然後附一附 就有了,可是現在附魔書的這個附魔台介面被改掉了 然後附魔書也不能使用了 所以,對,書已經等於是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他們又有更新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這個附魔的小遊戲 他的合成可以從這裡看齁 就是我們地獄之星 然後這邊有一個書本 這邊有一個附魔台 他第一個這個是特殊的附魔桌 他需要一個最普通的機件評價 八個元母很便宜,就可以做出來了 啊,做出來的話 他就是長這樣子 他是一個家具 那你就給他放在地板上 這個寵物有點擋住 然後按右鍵會有三個選項 啊,這個介面呢 你要先這個附魔等級到10等級才能打開齁 啊,這個附魔怎麼講呢 如果不知道怎麼練的話 我是建議啦 就是可以去拿一把簡單的這個 隨便一把工具 隨便拿一把工具齁 然後去組成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附魔台 然後你就給他一隻附魔 你要看到有綠色的字才能附魔 這種有綠色字的 然後就附魔 他現在是可以附魔 然後又可以取消 附魔 然後 再附一次 就是取消掉 對 就是一直附一直附 然後前期的 沒有到10等的人 就是一直這樣子 附到10等 我們就可以打開那個介面了 打開剛剛那個 附魔家具台的介面 對 好,我們現在 哇,我剛剛用掉 我剛剛用到60等 我剛剛想說 乘350剛好可以用那個 啊,沒關係 反正我有經驗品 先放著 好,我現在教大家怎麼玩這個東西齁 呃,剛開始10等的話 你們只能玩中間這個東西 中間這個的話 他簡單來說是翻牌 就是要兩張一樣的 他可以 就是 看他是 他的獎勵是什麼 那就是 什麼 啊,我們現在到後期等級的人 就是 會有這樣的東西 這個 開放 這個要20等才能玩 那這個要25等 所以前期沒有20等跟25等的 就是玩這個 慢慢練上去 呃,這個經驗值真的練很快 真的非常快 所以 對 我現在已經56了 好像要57了齁 那 他這部片可能會分三天來拍 因為 他一天有限制遊玩的次數 那我現在就是 簡單講一講 然後分三部影片 然後 剪成一集吧 好,我們 一開始不能點中間 因為我們旁邊兩邊還沒玩完 呃 我們現在旁邊有 這兩個小遊戲 你玩的階段越多 他給你的這個 翻牌的 次數越多 然後有 這個背景的 洞穴音效 好,我們先看一下 左邊這個的話 就是 對,如果你 你越選越右邊 他就越難 他就是 教你 教你要記住他 點的上一個順序 好,我們先開始吧 他一開始是閃綠色 他就趕快點綠色 綠色 然後 升綠色 啊,你看我這樣就是點錯了 那我就失敗了 啊,如果我 不滿意我這次的成績 那我就按紅色這個 黃石磚 然後再重新 可以再重新接一次 只是你重新接的話 你需要耗費40的經驗值 呃,等級越低 就是耗費越少 對 啊,像我 今天就是 我都是玩最大的 因為我的等級已經足夠 讓我玩 最高等級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是玩一次 啊,以下 以下這個是時間限制 所以要在時間之內完成 不能 超過 然後 對,要先記得一下順序 像我玩的這個是 好像是第五階嗎 我剛剛沒看清楚耶 好像是吧 欸 剛剛最後一個是哪一個 這個 啊,算了 好 我接受這個成績 那我就直接按 左邊這個 就直接領取這個獎勵 啊,對 我剛剛成績很差 所以 他給我的翻牌機會 只有零 好 我 等一下我換個寵物 這個附魔 這個附魔家具桌 也可以練這個寵物 那我通常會練比較難練的 像是 釣魚啦 或是 我目前覺得釣魚是最難的啦 釣魚跟農業 我覺得是最難的 那我現在就是 換釣魚的寵物 那我就是來玩它 啊,我玩過一次 那我現在就不能再玩了 啊,你玩過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可以重新玩 右鍵是 練習 現在是練習 左鍵才是正式玩 好 好,左邊教過了 那我現在教右邊 呃,右邊這個是 呃,怎麼講 看眼力 對,看你眼力跟你的記憶力 然後 對 如果你 它上面寫 如果你 你答對了五次 就多給你一次翻牌機會 答對了七次 就是兩 兩個翻牌機會 然後 答對了九次 就是三 三個翻牌機會 呃,對 最多就三次 所以 其實你玩到九階 就可以 停了 如果你有裝模組的話 你可以玩到全部結束 它給你的經驗會更多 呃,對 這是我模組的 只是我都 堅持不常裝 啊,我這個 右邊這個 我都只能玩到第七階段 第七又是第八 我的 記憶力不足 所以 對 有興趣的可以來玩一下 那我現在玩一次給大家看 好 它現在骨粉出現在這邊 那我們就是 我們要照順序點 這個是一 這個是二 一二三 那我現在就是點一二三 一 二 三 就一直記 一直記 我通常都是輸在 第 第七關啊 或是第八關 所以 對 第九關我好像有點 困難喔 沒什麼緣分 一 二 是哪一個 這個嗎 我有記住 講話的時候會 分心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那 第八關在這邊 我看看能不能過 一次 欸 我過了 第一 這是我第一次過耶 開心開心 好 這樣就輸了 哇 我剛剛 我剛剛完成第九階耶 這是我第一次 真的是我第一次 那我就是 我滿意我的成績 那我就直接按左邊這個 好 我現在就可以打開中間這個 啊 一開始的話 大家都只能玩 在左上角這個 它上面有寫這個等級限制是10等 然後 右邊這個 這個 X就是10 啊 XX就是20 啊 這個就是25 30 40 跟50 然後我現在附魔等級已經 我看一下 我忘記多少了 呃 這是56嗎 呃 對 這是56 然後我還差4等 可能 可能會分個4天來拍齁 好 那我現在來玩一次 可是你每次玩這個的時候 對 它也是要消耗經驗的 啊 像我玩 就是玩最後一階 那 它要350 的 經驗值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丟 經驗品 就經驗品 好 先丟一下好了 你等級 你的父母等級越高 你丟出來的經驗值拿的 會越來越多 所以 所以 我看一下 好像丟一瓶才那麼一點點而已耶 好 沒關係 我就丟吧 欸 多丟一段 沒關係 好我現在教大家怎麼玩這個 這個時間限制也蠻長的 有90秒 我可以慢慢講一下 那 這個東西 通常我都只拿 我都只寄著 寄 那個 染料 對 染料通常都是經驗值 那我們就寄染料就好 像這個是金蘋果 這個不是染料 我就 不想要它 啊它的附魔如果有時候 可能超過 六等 或是七等的 或是比較好的 我就會去拿它 啊這個我就覺得不要 這是 經驗品 這個我也覺得不怎麼 不怎麼好 像這個就是 染料 啊149K的經驗值 它有時候會有一樣的 但是它的 加經驗值不一樣 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 那我先 就記得這邊是藍色 啊這是黃色 啊這是黃色 黃色 喔這是泰彈瓶 泰彈瓶我又一開 紫色 黃色 啊有兩個黃色 這樣 這樣就對一個了 欸 它有時候會Bug 對 兩個一樣的它會跟你說 不行 對 這是他們 最奇怪的地方 好藍色在這邊 那我就記得藍色在這裡 可可豆 啊這是我最後一次翻牌機會 欸你看 它出Bug 它剛剛那個沒有給我算分數 好至少我現在生一等 我現在已經57等了 好那我現在 它這個東西一天可以重置三次 所以總共是 因為重置三次嘛 所以你一天可以玩四輪 對 啊重置一次需要花費 100的附魔經驗跟 150元的比特幣 比特幣是什麼 就是我右邊這個錢量 下面這個32萬這個東西 呃這個東西 嚴格來說也是 要充值的就是 花錢去買 但是 他們那些花錢的人 可以把這個東西賣在 這個拍賣場上面去 去讓別人去購買 這就是 餅乾 對 一個餅乾 就是 100多萬 啊買一個的話 那你就是要吃掉 你吃的時候這邊會加這個 我稱 底下這個 那個藍色的數字叫 等待金齁 呃 它是每半小時會給你 一定的量 對 啊你 我是建議啊 就是底下那個藍色數字 就不要讓它到零 到零的話 會真的很浪費 因為 其實時間就是金錢 真的 你在裡面待的時間越久 你賺的錢就越多 好 我現在上面寫52,000喔 那我現在吃一個餅乾 我剛剛52,500 那我現在多少 52,500 我又多了7,000多 呃 你們前期可能吃會加很少 那是因為我的 這個金 我這個等級已經很高了 對 我現在等級已經 已經 就是 應該是7等還是6等了吧 對 6等了吧 應該是6等沒錯 欸 7等嗎 好像是7等 沒關係 但是你等級越高 它給你的 比特幣也會越來越多 然後你吃的 餅乾的錢也會給越多 對 然後它就是 半小時會給你一定的量 還像我 常常有在掛機 所以 我覺得旁邊就是很多 所以 對 好然後它說還要100的經驗 那我就是 在丟 100等 有了嗎 什麼 怎麼多 好 好 現在就是重置 那我又可以再重新玩一次 那我現在左邊的 也認真玩一次給大家看 它最多 12輪 過關12輪 就可以拿到 多三次的翻牌機會 所以我現在就是 玩到12輪過關 為止 上面的書櫃就是你的 輪數 你現在第五輪 然後 對 所以我們說 12輪要過關 所以 到13輪 上面寫13輪 表示說你才過12輪喔 不是你到12輪 這個才是 才是你 過12輪 是上面寫13 你才是代表著你過12 所以我現在要上面寫13 我才是過12輪 對 呃 好 我忘記了 好 像我這樣子 就是加一次的翻牌機會 好 我們現在其他的也就 快速帶過齁 好 我現在要來進行第二次翻牌的小遊戲 呃 通常 重點都是在這邊 前面兩個都是在拖時間的 好 我剛剛 我剛剛多了三次的翻牌機會 我們多幾次可以從這邊看 這個 粉紅色的玻璃 這個就是一次 那這個就是兩次 所以總共有三次 啊 最後一階段 他給你的翻牌機會 會多一倍 所以 你看前面其實都是 10加3啊 12加3啊 12加3 14加3 16加3 啊最後一階就是12加6 就是多了一倍 好 然後我現在就是 要再玩一次 但是他說我要350經驗 那我現在就是 丟一瓶泰坦就可以了 泰坦瓶 的經驗真的很多 可是你的附魔等級 如果不高 你丟出來的經驗 沒辦法像我一樣這麼高 大概要一次丟到350等的話 應該 我記得好像是四十幾點才能一次丟到 丟到300 350以上 所以 前面可能你丟一 丟一瓶泰坦瓶 你可能還要再補個 幾瓶小小的這個 我們簡稱這個 居瓶齁 好 那我現在 來翻牌 好 寄染掉就好 喔 這個是多一次的 這個 怎麼講 直接給你 你只要抽到算 是表示說 你多了一次 直接讓你 雙牌 直接抽中的機會 像我剛剛 記得這個也是經驗值 那我去點它一下 他就幫我把 旁邊那個 一樣的給翻出來了 好 藍色 喔 哇 這次經驗超多耶 一二三四 順便點一個 我這一輪加了一百 一十七萬耶 哇 我的寵物有升級嗎 好像沒有 我的寵物真的很多 他 玩一輪他這個經驗值都加非常多 好 我們要 這個 開始我們第二次重置 第二次重置 要兩百的 這個經驗 加三百的 比特幣 那我現在就是 再丟到兩百等 通常都是玩 你能玩的 最高階的 那個階級 對 通常都玩最高階 你能玩的那個階級 就算你沒有犯罪任何一張牌 他也會給你 至少一百 呃 不是一百 至少也會給你 他指定量最多的那個經驗量 像我剛剛 你看我剛剛如果沒翻中那些 他就給我 他也是給我六十萬的附魔經驗 所以 一律都玩你 你能玩的 然後 對 玩到 滿等為止 啊他有很低的機率 會 翻到七等的附魔書 啊七等的通常都可以賣非常非常貴 啊你真的翻到了 那你可能就 等於算是中樂透了啦 我現在是連七等的附魔書還沒看過 但六等我看過了 好 那我就 開始了 喔這個羽毛 是多三次的翻牌機會 所以這個也很棒 啊只是我 沒機會了 喔我的寵物有生意等喔 好現在 要來 要來進行 最後一次重製 最後一次重製 要 400的經驗 加 500的這個 比特幣 對 非常的多 所以我 要來做 經驗品 喔我還缺 買買買 那個 海地總動員的那個 海鷗 買買買 那個 那個那個真的很蠢 好 先 做這幾瓶就看看 夠嗎夠嗎 還不夠 我應該還要再做一個 泰坦瓶 等一下他會用到 最後四瓶應該夠了 最後一瓶 有 好 最後一輪 開始 終於 換這個每次 我都覺得很累 因為 這會耗很多的時間 好 二十二次的翻牌機會 好多 欸 怎麼都是 133跟135 這個 這個太壞了 這太壞了 好 OK 這個是我的 第一天 呵呵 目前已經 五十七了 看到六十要 再花了 幾天了 我覺得應該是要到 三天啦 對 應該要三天 平均一天一等 對 那今天 對 今天是 五十七 好 那就快速帶到明天吧 好 好 我們已經來到了 第二天的 附魔 所以 對 就繼續吧 第二天的第一次翻牌 好 開始 嗯 嗯 哇 沒機會了 好我們 附魔要升級了 現在已經 這個 五十八 差兩等 好 我們來重置吧 OK 我們的 第二次翻牌 開始有18次機會 好 我們 飛魚要升等喔 87 等 這數字有點不雅 好 我們等一下進行第二次重置吧 好 我們要來第三次翻牌 我現在丟一瓶泰坦瓶可以380等喔 越來越高了 你的父母等級越高 丟的經驗值就越多 他會翻倍 好 我們有22次的機會 喔 水水水 GCO其實很貴 所以這個我會拿喔 這個是用在裝備上面 然後加血量的 好 沒機會了 可是這一輪很值得 有拿到一本 G6 呵呵 好 我們來進行第三次的重置 好 今天的最後一次翻牌 來 翻包有18次機會 前面 浪費一大堆機會 欸? 太棒了 直接拿泰坦瓶了 這個留著給明天噴 欸 怎麼還有多一次機會 OK 這一輪 我們 86萬4千經驗 好 那 就 第三天後再見吧 好 我們 又進入第三天了齁 那我們 現在 對 就是 繼續我們的 附魔 看看今天能不能到59等 那 如果能59等的話 那應該明年就能 60了 好 那就 快速開始玩 好 開始 綠色 欸 欸 這不是自己一樣嗎 超討厭 他有時候會這樣子 好 應該是可以到 60 29等了 現在已經 不是69等了 59 又說什麼 對不起 現在已經 對 好 已經可以了啦 我在玩一 我在玩一局就已經那個了 好 我來進行第一次重置 然後我要多丟 一兩瓶了 好 繼續快轉 第二次翻牌 是一樣 18次機會 前面又是失誤 欸 這個是 這個 這個很好 就是給你 他給你一些經驗 加上 加上這個 一次的翻牌機會 但是我覺得這個 還好 至少也不錯啦 能多一點點經驗 還可以拿來 留著給下一次 蟲子用 我的 寵物 一次集體升級 我有在練其他寵物 好 現在 進行 最後 一次 不是最後一次 還有兩次 對 還有兩次重置 然後我現在 趕快 第三次翻牌 第三天的第三次翻牌 就是18次機會 我什麼時候能遇到有七人的父母 我 我朋友 這麼多 然後他們說 也就只有那麼唯一一個 有遇到過一次 然後他也 他說最後還是沒有拿到 機率真的很低 不 不 我按錯 我這樣被超多機會了 沒關係 至少 還是有經驗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今天的最後一次 好 二十 二十二次機會 喔 這是六等的 呃 布什克星 沒什麼用 這個打殭屍 Slayer會有掉 好 好 這一種已經蠻多經驗的 有 快一百萬 我現在差多少呢 一定能明天就升級了啦 看一下最後一等要多少 最後一等要7M 7M的經驗值 等於七百萬 哇 超多的耶 我看記得前一間好像是 六十 六點七M吧 好 那我們 就 第三天就結束 準備進入第四天吧 好 我們 進入了第四天了 對 又 夠了一天 所以我們現在 要來 邁向滿等的附魔 好 就 趕快開始吧 好 我們 要來 第四天的第一次翻牌 好 開始 只有十四次機會 我剛才在弄弄弄完 現在越玩這個 越 越玩越懶啊 管他 這一輪超爛的 然後拿了一本 沒什麼用的附魔書 好 我們來進行第一次重置吧 好 進行第二次的 翻牌� 來 開始 十 十六次機會 好 我們 第二次 結束 那我們 要來 進行 欸我剛看到我已經 六百六十萬了欸 那我再一次就可以了 不是第三次重置啊 第三次翻牌 翻完應該就 直接升級了 我的 附魔就滿等了 終於 六十等其實 有點 有點久 外面關門聲音很大聲齁 這兩個不是一樣嗎 到底是怎樣 傻眼 這兩個不是也一樣 然後都吃掉了機會 傻眼 浪費兩次機會 在那幾個身上 傻眼 好 那我 對 滿等 我的附魔滿等了 最後一次 我今天不想玩了 阿我知道啦 我們隨便玩一玩就好 我們就 直接亂玩 欸我還按 我還按錯 我現在丟一瓶 五十五等 很多 我們就直接 隨便玩了 好再做一瓶 菜坦 我們這樣子 就 簡單的十二次機會 哈哈 十二次機會 就隨便玩一玩吧 看看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驚喜 哇 我又350噸了 好像 還好 多一次太產品的機會 可以 沒東西了 好啦 不錯啦 至少有經驗值 順便練寵物齁 好啦 那我們 這個紀錄片就到此結束囉 那謝謝收看 再見 掰掰 掰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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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